其實很可惜喔 公民投票原先應該是 憲法裡面賦予至高無上的直接民權 因為他是直接讓公民表達自己的意見 那公民應該要針對每一個議題做思考 但現在政黨每一個都覺得公民是白痴 所以我們要有一大堆口號 四個同意 四個不同意 我認為這個是對民主的踐踏 公投本來是公民對某一個事情 有一個什麼不同意的看法 然後它可以有一個公投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在一個不是選舉的時間去投票 然後表達你對這個議題的看法 那當然台灣因為藍綠對峙的關係 所以就讓所有的議題都容易變成了這個二選一嘛 政治哲學家米樂所說的理想就是 人民是一個又能理性又資訊充足的公民 還有絕大多數人沒有時間真正去研究政治 特別是公共政策中的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所以民眾在投票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依循的政黨 我覺得侯友宜誤解了一件事情 任何的政治人物都應該先是公民 然後才是一個政治領袖 所以大家想要聽到他表態的原因是因為 不是需要他帶領我們 而是我們希望知道這個公民的看法如何 從而決定那他適不適合當領袖 其實他這幾天發表的這個簽字文 其實就是一種表態 可能大家期望的是他針對每一個議題表態 他其實在萊豬方面來說 他是已經有表態了 但是在其他的議題上他是模擬兩可 是朱立倫主席從市長到主席他改變了立場 他在當市長的時候 核四的議題他是什麼態度 現在新北市政府的侯友宜市長的態度沒有改變 是15年來就是8 對不起8年加3年11年來 新北市政府都沒有改變 所以其實是新是中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自己改變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點遺憾 他這樣的做法既不討好藍也不討好綠 甚至連中間選民都不討好 因為中間選民希望知道 將來如果我要投你的票選新北市長 或是將來搞不好你2024年要選總統 我希望知道你的眼界是什麼 國民黨這個轉變就只是黨中央自己轉變的 黨員有在經過什麼樣的決議知道嗎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國民黨這一次展現出來最大的困境 讓大家會疑惑的是 其實國民黨為什麼轉彎 怎麼轉彎 誰轉彎的 轉彎之前有沒有溝通 我覺得這些疑點媒體應該要去問 應該要去問國民黨中央 否則的話現在就會變成 讓這個侯友宜市長好像變成了替罪羔羊一樣 我覺得這對侯友宜市長 對朱立倫主席 可怕都是有欠仔細去分析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而不是那麼簡單就跟著這樣子走 公民投票決定政策方向 反萊豬盡口 公投綁大選 重啟核四 珍愛藻礁 台灣的下一步 人民如何抉擇 12月18日晚間10點 請鎖定 有憑有據看台灣 決戰四大公投 特別節目